不明来的,那恶子就来,他所撒在他心里的,夺了枪,这就是撒在路行的了,非鸟代表什么?代表那恶子,魔鬼,把撒在路行的整治夺去的,这是指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自我反省的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,你不要把这个经文用在别人身上,要把这个经文用在你自己身上,有人这么说,有一天,当你到达天堂的时候,你没有想到,哎,怎么有些人呢?他也在天堂里面,可是你别着急,你不要急,很惊讶,因为他们也会感到很稀奇,哎,怎么你也在天堂里面呢? 这里很明显的,路行的土地,撒在路行的,是指教会里面的那些老基督徒呢,他们听了神的话,但是没有用信心去结构,生活没有好的见证,神的话,没有跟他们的信心连结在一起,就算他们有的话,也是很表面化的,或者天天道,点了头,表示同意而已,换句话说,有些基督徒认为基督教的信仰,只是一个是他们的生活的装饰主, 成为教会的一份子,就像来参加一个俗路部一样,他们的心是猛冰冰的,但是我们确实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些人,有些人也许已经离开了教会的,但是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,有些人的信仰,当成一种某某的学说,当成一种主要就是算了,这是不好的,我们不能够像他们一样,接着我们看,就是这种新铁,是什么,当明的像石头一样, 看二十节的二十节,卡在石头地上的,就是人听了道,当下欢喜临兽,因为心里没有根,不过是战车人,其实是为了倒遭了患难,或是受了执迫,立刻就跌倒了,这是这种新铁。 谢谢。